骑单车去超商买东西 您会不会习惯把单车给上手呢 在泰玛里乡有一位彭信民众 因为嫌麻烦觉得几分钟之内就可以买完东西了 因此他把价值2万元的折叠脚踏车停在超商外面 10秒钟之内就被人给偷骑走了 价值2万元的折叠单车 停放在泰玛里一家超商门口 彭信女车主只是进超商买东西 但是戴着鸭舌帽的窃贼动作比她快 才10秒钟就骑着单车扬长而去 等到车主买完东西踏出超商才后悔自己太大意 报案之后泰玛里分住所的远景陈毅中在附近寻找 但是自行车没有车牌 案情一度胶着 但是靠着监视器画面呈现的特征和衣着 在一家小吃部盘查疑似的流姓男子 才找回实切的单车 警方提醒民众脚踏车尽可能不要离开视线 或是记得上锁 降低歹徒的犯罪动机 记者赖永成 泰玛里相报道